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古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580节 他的声音中充满了震惊 仿佛见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东西一般 并且整条骨盒之中所有围绕向秦晨的圣主尸骸 也一个个停止住了 不再动手 秦晨停下了身形 转头看向了那漆黑的霜头 从对方的声音中 秦晨听出了一丝震惊 一丝意外 甚至一丝丝的畏惧 你认识我 秦晨皱眉反倒是不再惊慌 因为他从对方的身上感受不到任何的杀意 当然 秦晨也没有完全大意 而是手持神秘锈剑 身上涌动着灾恶明火 时间本源和空间本源随时都可以催动 只要他愿意 瞬息之间就能逃离这儿 哼 文座岂能不认识你 那声音隆隆说道 双瞳之中竟然有无数的死亡和轮回在用 秦晨从中甚至看到了生命的骑士 那一股浩瀚的力量 就好像是蝼蚁站在了神龙的面前 让秦晨经济万分 对方绝对是个顶级的高手 不过秦晨从对方的身上感受不到任何的敌意 自然就轻松了许多 冷冷地凝视着对方 哗啦啦的 整片骨盒平静了下来 这漆黑的双眸盯着秦晨 冷哼道 哼 三百多年前 就是你掉下了这死亡瞎谷吧 难怪你能领悟死亡规则 原来如此 哼 这声音哼哼唧唧 似乎对秦晨充满了不爽 像个幽怨的小媳妇 哼地下 天空之上 所有死亡之气骤然消失 回归了一开始漆黑的天空 整片骨盒也恢复了平静 但是秦晨感受到了那一道恐怖的意识 并没有离去 还在附近 三百年前 你 你竟然真的认输 秦晨的浑身一震 对方竟然认出了自己 心中的震惊可想而知 不过 如果对方真的是这片骨盒的掌控者 那么能认出三百年前的自己 也没什么意外 击击歪歪 都怪本座一开始大意了 居然没能认出你的灵魂气息 你的灵魂气息变化了许多 想不到那一味的手段果然神通 竟然把你变化得如此之大 这声音呢 无形的力量盯在了秦晨的身上 充满了震惊 三百年时间而已 你竟然已经是半步胜主了 而且一身的实力 甚至已经是堪比一些普通圣主 难怪当初那位会选中你 既然你已经从这里离开了 还回来干什么 还敢破坏本座的明河 难道非要惹怒本座不成啊 简直太不将本座放在眼里了你 靠 我怎么你了 你居然这么幽怨 秦晨听着对方的声音 总觉得对方充满了幽怨 而且秦晨也听出来了 对方一开始并没有认出自己 而是在自己失产了雷霆之力后 才似乎认出了自己的身份 并且还说出了内容 秦晨心中宛若卷起了惊涛骇浪 他感觉到自己触碰到了一个大秘密 前辈 秦晨立刻收敛起了身上的气息 对着骨盒的尽头 无名的存在行李道 晚辈贸然闯入骨盒 有得罪之处还望前辈见谅 晚辈这一次前往死亡峡谷 并非是要破坏前辈的明河 而是来寻一位友人 并且顺便来寻找晚辈的前世遗体 秦晨恭敬说道 他能感受得出来 对方没有敌意 而且对自己十分不爽 很显然三百年前在这里发生过什么 才导致了对方如此 高高轿子人人抬 秦晨立刻就态度恭敬起来 反正也没什么损失嘛 寻找你前世遗体 这声音有些乌鱼 你前世遗体不在这儿 你瞎找什么 并不在这里啊 秦晨一正 你不知道啊 那声音也一浪 也对 当年的你已经彻底死亡了 自然不知晓具体情况 这么说来 还真是本作错怪你了 不对不对啊 虽然不是你主观意识 但是因为你本作可损失了多年苦修的力量 说到底还是因为你 这声音哼哼唧唧 又是不闯起来 秦晨一头雾水 对方到底在说什么呢 他苦笑的 前辈啊 如果晚辈当年有什么冒犯 还请前辈不要见怪 当年晚辈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如果可以 晚辈愿意补偿前辈的此事 补偿 你咋补偿啊你啊 那可是本作苦修的北渊之力 哎呀 罢了罢了 念在你都不知情的份上 也是无知者无罪吧 你过来 嗡的一下 突然前方古河打开了一条通道 然后秦晨就看到 湖边的古河河底 一座巨大的古塔出现了 这座古塔扎根在河底的底部 十分的恢弘 总立在古河的尽头 死亡峡谷的深处 整座古塔十分的恢弘 都是由白骨断走 这些白骨 蕴含着极其惊人的凶煞之气 震慑着万古 每一根白骨 都起码是圣主级别的骸骨 无数的白骨 围绕着这只古塔旋转朝白 在古塔大门之内 漆黑沉沉 不知道隐藏了什么恐怖的存在 搜地上 秦晨一步跨出 就来到了这座古塔前 不由得心惊万分 之前的古塔并没有出现的时候 秦晨眼睛的骨盒 蜿蜒无紧的空间 进入到了死亡峡谷的深处 根本看不到尽头 但是 突然之间 虚空震开 这古塔就出现了 这种空间手段十分的神妙 哪怕是秦晨得到了阵界中 拥有时间本源 空间本源 也是无法窥探出来 这古塔的真正位置 更让秦晨震惊的是 之前在骨盒之中 死亡峡谷地底 秦晨还有一种 身处天舞大陆中的感觉 但是一步跨出 进入这空间通道之后 就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 天舞大陆的范围 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时空里面 仿佛这座古塔 存在于虚无之中 遥远的时空尽头 晚辈秦晨见过前辈 秦晨心中一惊 对方的手段神乎其境 秦晨惊叹不已 连对着古塔大门行礼 本座不在这古塔里 在这大门边上呢 一道没好气的声音 响了起来 大门边上 秦晨连忙看了过去 啥也没有啊 喂 你眼睛不好使不成啊 那声音不满了 秦晨仔细地 寻着声音传来的地方看过去 差点没一下子倒在地上 因为这声音传来的地方 居然是古门边上的 一块黑色的石像 因为这黑色石像 只有巴掌大小 让秦晨一时间 居然没有察觉到 不对啊 秦晨突然惊悚 以他现在的修为 就算是一粒尘埃 也能轻易辨别出来 就算是这黑色石像再不起眼 他也不可能发现不了啊 唯一的可能 就是这黑色石像 有着屏蔽感知 只能用肉眼去看的 秦晨尝试了一下 果然 他不用肉眼看的黑色石像的时候 这黑色石像像是不存在一般 不管是神石还是灵魂之力 都无法捕捉到 只有肉眼看上去的时候 对方才会存在 啊 前辈 晚辈有理了 秦晨对着黑色石像行礼 毕竟 他还要从对方身上 得到一些情报呢 行了行了 别理没理的 本座只是想看看 当年被那一位看中的人 到底是啥人物 现在看起来也不咋地嘛 那黑色石像哼哼唧唧的 秦晨无语啊 奇怪的是 这黑色石像居然没有面容 而且秦晨看过之后 脑海之中 怎么也回忆不起来 对方的形状 前辈 我们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了 为什么我的遗体 会不在这里呢 秦晨疑惑道 这你就要问那一位了 算了 那一位既然没告诉你 这些事本座也不太好说 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还请前辈指点 这里是明河 明河明河 明河是宇宙中最为诡异的河流 明河来自于明界 或许你也可以称之为鬼界 有明界 明界 秦晨一惊 明界在天舞大陆只是个传书 类似于地府 传闻 大陆上的生灵死后都会进入明界 进行轮回 难道这古塔之后就是明界吗 没错 这古塔之后就是明界 至于明河为什么会出现在你们这片大陆 那是因为远古的密信 那就无法告知你了啊 你只需要知道 这座古塔是通往明界的一个通道 或者说是明界通往外界的一个通道就行了 当年你跌落死亡峡谷的时候啊 肉身已经死了 但是灵魂却被一团白光包裹着 你的灵魂十分纯正 是本座见过最为纯正的灵魂 看到你这样的灵魂啊 本座自然是见脸欣喜 毕竟这样的灵魂对本座而言 那是极其美味的啊 前辈 你坐镇在这里 目的就是吞噬灵魂吗 清晨无语的 那个 吞噬灵魂只是本座的一个小屁号而已 本座坐镇在这里的目的主要是防止有明界之人 从通道之中进入人界 当然了 也防止人界之人私自进入明界的 明界之门守护着 秦晨盯着黑色的石像 如果不是见识到对方的可怕 秦晨自然不会相信这块不起眼的黑色石像 会是镇守明界大门的恐怖存在 诶 刚才说到哪了 啊 就是 说到你的灵魂十分纯正 那个 本座正准备好好品尝一番 就在这个时候啊 突然一道雷光出现了 就要带走你的身躯 那本座自然是不能同意啊 你都已经是死的人了 那灵魂自然要被超渡到明界中去的 也能被私自被人带走呢 所以呢 我们之间就起了一点小小的冲突 一捏捏 当然啊 本座是个很好说话的人 对方辛辛苦苦跑过来要带走你 这大老远的也不容易是不是 所以呢 本座后来就善心大发 让对方呢 把你的身躯带走了 所以呢 你也别在这里找你的遗骸了 你的遗骸本来就不在这儿 瞎找什么呀你 而且你的肉身估计也不存在了 因为当时你的肉身和你的灵魂 在那白光之下融合在了一起了 形成了一种诡异的状态 当时本座 好像看到了一本书 但是后来呢 你灵魂和肉身所化的白光 便被对方带走了 秦臣正立不动 心头卷起了惊涛海浪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因为古术 才重生到这具躯体上 但是现在秦臣才知道 竟然是那雷霆身影带走了自己 这么说来 早在三百年前 那雷霆身影就知道自己的身份 这么一来 自己夺舍了这具身体的事情 对方也知道了 不对 秦臣摇了摇头 他已经是有些混乱 他现在所知道的消息是 那雷霆身影 极有可能是自己的父亲 也就是这具身体 母亲秦月池的丈夫 也就是说 自己夺舍的是一具秦臣 其实就是雷霆身影的儿子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对方如此大能 为什么会让自己的儿子在鄙视的时候死去 又让自己重生呢 难道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儿子 让自己的灵魂给他儿子当替身 当养料 可这样一来就更加解释不了了 因为最终 是现在的他 也就是前世的自己 完全占据了这具肉身 原本这个秦臣的灵魂 已经完全融入自己的身体内了 也就是说 现在的秦臣成为了这具肉身真正的主人 如果那雷霆身影 真的是连冥界守护者都要忌惮的存在 能镇压冤魔之主的顶级高手 岂会看不出来这一点 秦臣自己都有些混乱了 又或者说 前世的自己 其实就和对方有关系 秦臣双眸之中 木然地射出了精猛 没错 前世的他是个孤儿 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也不知道父母究竟是谁 他只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天武大陆最为杰出的血脉师 炼气师 炼丹师和阵法师 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古怪的 唯一古怪的是 秦臣的费脉 前世的秦臣已经是大陆上最为顶尖的血脉师了 哪怕是再垃圾的血脉 秦臣都能修复 甚至提升 但是他的费脉却是十分的古怪 万中无一 整个天武大陆找不出第二个和他一样的费脉之人 根本没有提升的可能 所以秦臣才最终只是巅峰武皇的修文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 秦臣甚至独自进入到神进之地 那个连武帝都要陨落的地方 可秦臣非但没陨落 反而是进入到了一个独特的秘境 并且神进之地中 有着无数的圣镜异兽 洪荒猛兽都没有伤害 反而是让他得到了 神秘古书和九星神地诀的传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